42層樓的高度 步行至尼亚加拉瀑布 临近Fallsville赌场 适合家庭旅行或情侣约会 完善的设施 美丽的瀑布景色 美酒 小吃 美食 尽在Embassy Suites By Hilton Nagrafos 地址就在 6700 Fallsville Boulevard Nagrafos 电话905-356-3600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第一环节的市场回报 我们讲回欧洲方面的消息 意大利今天就2012年的政府财政报告进行了投票 最后就以308票赞成的结果通过报告 不过意大利众议院一共就有630个席位 也即是说 它的总理贝鲁斯科尼一定要需要316票 先证可以拥有这个稳固的优势地位 结果就并未达到 贝鲁斯科尼就表示 他已经明白到这个投票的意义 还说如果议会可以通过一项 针对稳定国内财政状况的法案之后 他就说会宣布辞职 他说你不要信住 因为这个贝鲁斯科尼 其实他做得一样一样 如果做得好 他在任这么久 意大利的经济就不会这么差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 因为有经济 不仅几年 零七零八年 所以令到全世界的经济都会相当困难 他这次他现在在意大利的历史上 做了这么久的首相 也是很罕见的 因为意大利那方面的政客 多数就是你争我夺 很少就会在任做得久 多数很快就落台 因为这个人就相当有钱 他亿万富翁 他就可以跟其他政党有个妥协 可以在任这么久 虽然他今次说他没有大部分的票数 只有308票 他需要316票才可以连任 就是保持地位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就这样就会落台 因为他的理由就是为什么 他说我要正式通过这个 等国会通过这个预算法案 我才落台 但是记住 因为没有一个政党 包括他自己的政党 都没有过大多数票值 所以这个会可能拖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 他可能会再跟他自己的反对党 有个妥协 继续去保持在任 所以你不要想着 他今天虽然说说过 解他一定落台的 完全不是的 所以今天的股票市场上升 我也都不敢告诉他 跟今次这个意大利有关系的 因为通过这个法案有关系 意大利的问题 一定不能够靠外国帮他 一定要靠他自己来 削减开支来帮自己 他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呢 我们要未来那几个月 留意着他意大利会做什么行动 其实为什么这个总理贝鲁斯科尼 落不落台对意大利的影响这么大呢 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这么大的意思 因为第二个上台 明必第二个有能力的 可以将其他的政党团结在一起 做到他们要做的事 所以与其 我们英文有句话 to the devil you know to the devil you don't know 就是你知道他 贝鲁斯科尼不是这么好 但是你知道你跟他有个妥协 都可以要做到事 跟其他根本就什么都做不到的 看完欧洲方面 我们看回美国当地的就业市场的报告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 9月份全国的工作招聘数目 达到335万份 是2008年8月份以来的最大升幅 亦都比上年同期的数字上升了22% 这个数字虽然有提高 不过我们记得之前9月份和10月份的 非农就业人数 只不过是录得15万3千份和8万份 其实就业市场的环境依然不算太好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数据 你看到8月份 由31万3千份工 增加到33万5千份工 这是私人企业的 那你多了公司出去请人 那都是一件好事的 对不对 当然你不可以一朝一复 解决到美国的失业问题的 因为现在找工的人 有差不多1400万那么多 是失业的 其实这个数据都不是对的 因为如果你计算我叫U6 U6 unemployment 是16.2% 什么叫U6 除了现在没有工作的人 还有些人是在做part time的 或者已经拿了一年的救济金 都没有工作 他虽然没有找工作 但不是说他不想找工作 如果你计算U6 美国其实有16.2%的人 还是失业的 那你就不止1400万 可能超过2000万份工需要的 那你外面只有335万份工 变成了不够工的需求 但我看过这个数据 我又不觉得这么差 因为为什么 第一你多了公司出来 私人企业请多多人 第二离职人数 这个很重要 在8月份离职人数 有396万 到9月份就提升到415万 8月份就395万 加到415万 多了成20万人离职 那些人就是什么呢 自己有份工做 不如我不做了 我resign了他出去找我第二份工 我觉得这个好的数据 又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 你不是觉得自己找工作容易了 你不会就这样 无端端离职了份工 那就是说 那些人找工作的人 觉得现在就业前景 是有改善了 所以就敢去迟了份工 再睡个身出来再找个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労工行业 甚至看这个数据是一直有改善中的 那我们看美国这个就业市场 可能要再看多几份报告 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那我们现在去一会广告先 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公司方面的消息 雅柏电器享誉华人社区超过28年 Samsung 64吋3D PASMA电视机 只售1899.99 另加送3D眼镜两对 Panasonic自尊Milpo全能专业按摩椅 送32吋LCD电视机 Sony 55吋Bravia超薄LED大电视 附有Wi-Fi Skype Webbrowser上网功能 只售1449.99 雅柏电器货优价廉地不适中 财经高峰会访问政坛名人 解说政治经济 名主持人瑞成江 大家国华裔 一起见证中国的经济腾飞 财经高峰会访问政坛名人 财经高峰会访星期六下周三点半 为家国人士介绍中国致富机会 5月份开始就揭开了共产大战 有些每平方元是直供 售内大约3千冊 而第一批275本 售价是198元的英文版 希望下边应该会得到自循清 上个礼拜是A股延续震荡 嘉宾访谈 城中大事 新闻速递 骗气交通 事无大小 与你分享 国粤语主持 陪你活在五点 星期一至五 黄昏五点正播出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环节的市场回顾 我们来看看公司方面的消息 麦当劳今天就公布了10月份的同店销售 数字就增加了5.5% 麦当劳今年以来不断地改善公司的经营 例如提供这个无线网络 推出便宜价套餐 甚至免费咖啡等等 都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 这样这个10月份 麦当劳再次推出这个大富翁的游戏 刺激营业额 令到美国欧洲和亚洲 以及非洲的营业都有增长 你看10月份的同店销售 美国增加5.2% 欧洲4.8% 亚洲非洲那里增加6.1% 是相当相当之美的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麦当劳的股票做得这么成功 就是这个原因了 今天麦当劳的股票创了52个礼拜 新高95.45 美国增加1.25% 美国增加2.5% 最后的股票在19.45% 就是还没跌2个先 记住啊 外面很多市场人士 对其他市场的前景 不太乐观 就宁愿买一些安全的股票 麦当劳的 这类这类股票有个好处 就是如何经济不景 比如那些父母 不带自己的孩子去吃大餐 都不会舍得 带牠麦当劳吃的汉堡包 对不对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消息 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就认为 传统大银行的手续费太贵 从而转向小型银行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这个大型连锁销售店 Wallmark也开办这个银行的服务 现时美国超过1000间的Wallmark 开设了Money Center 它可以兑现1000元以下的支票 以及购买预付的借戟家等等 它就大概会收取3元鸡 或者1%左右的服务费 如果大家有留意 最近这几年 美国也好 加拿大银行也好 那些银行的手续费越来越离谱 不要说每个月可能给10元 10几元一个月的手续费之外 另外如果你有写空投资票 银行就罚你30元40元 平均一个家庭用户 每年给银行费用 可能给到400至600元一个年 Wallmark四年前曾经考虑 想做一个草造银行 但是他发现如果他做银行 就会受政府的管制 有很多银行的阻拦 我不要叫银行 他在美国有一千间左右的Wallmark 他开过一个counter 就专门和客人就开这个cash的量车 如果你把量车低 就会给他开过一个 我感觉到对方就会来